孕妇能不能坐飞机 王秀 西安市第四医院 维产医学中心 主任医师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在国家的航空管制 一般来说是32周之前 是允许孕妇坐飞机的 在32周之前坐飞机会不会有影响 短途的飞机是不会有影响的 那么这种长途的飞机 主要是孕妇这种 就是因为腹部压力增大 长期的不活动 它容易形成血栓 所以我们建议的话 就说是在坐飞机期间 你一定要穿着一些 宽松舒适的这种衣服 那么还要进行腿部的 这个肌肉的收缩 你在飞机上可以做 腿部肌肉的收缩运动 以预防血栓的这种发生 特别是长途飞机 其他没有什么特殊需要 那么就说在32周以后 航空管制的话 就不建议去坐飞机 因为这个压力的变化 舱内压力的变化 会增加一些 孕妇的这个 病发症的问题 专家提示 一 国家的航空管制 32周之前允许孕妇坐飞机的 二 长途飞机主要孕妇 因为腹部压力增大 长期部活动 容易形成血栓 三 建议坐飞机期间 穿宽松舒适的衣服 做腿部肌肉收缩运动 四 汤内压力的变化 会增加运速并发症的问题 出品的变化 并发症的